为何称为屏东 屏东古名为阿靠 阿靠是平埔族语 意思是很多树木的地方 福建人到屏东之后 便用汉字福建语 音译阿靠为阿靠 声音听起来像 但字的意义是嘲笑 这就是汉文化蔑视义主的习性 1895年日本开始治理台湾 日本政府采取三大原则 按顺序为台湾各地取名 第一 以日文汉字直接音译 第二 如果无法音译 便依地形取名 第三 如果依地形还是无法取名 便直接采用日本原有的地名 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人因译为阿靠太过于出炉 于是决定按地形取名 如果把地图旋转90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被称为阿靠的右边 有一个3000公尺高的大武山 而这个大武山就像是东边的屏风 一个可以挡住台风的屏风 保护着阿靠 所以称为屏东 在这幅屏东县岩浦乡的油画里 背景就是大武山 左边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田 前景是运送甘蔗的小火车站的转车器 而铁轨则藏在野草下面 台湾是个珍贵又美丽的岛屿 但从前中国人在台湾 用动物为地名的事 不只发生在屏东 这就是汉文化蔑氏一族的惯性 下个影片我们介绍 为何以前中国人称高雄为打狗